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师傅实践》 今天和大家继续实践投资理论和投资哲学 上一集讲到生活投资法 今集会看到股市波幅比较厉害 有时真的怀疑人生 不如如长线拿着669、1380、Home Depot、Costco、Boston Beer 比投机更好 趁着现在市这么波动 有没有股票可以收息呢? 有没有股票可以收息还要高息呢? 有没有收息还要高息呢? 都重要业务是垄断 起码金主有钱才能够派息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汇丰 就算是10厘、20厘息 只要他赚不到钱都不会派息 今天和大家有半个选股堂 选股有什么条件我们要follow住呢? 令到知道金主真的有钱才可以派息 也会拿全球的股票去做个例子 所以看到最后我们会有做了一些 美国、加拿大、澳洲、马来西亚、新加坡 其实最垄断、最强 我们认为最稳定的收息股 不是一定最高 其实都会和大家做些练习 今天也会有功课 所以很有趣 所以大家记住在comment section留言 你觉得那只股票收息和另一只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记住看到影片的最后 也希望大家记住支持和按个like 还有留言区做多些留言 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继续做多些练习 为什么会说公用股的垄断呢? 公用股呢? 其实公用股和民生是息息相关的 无论经济好坏 人人都要用水、用电、用煤气 所以公用股很少受到经济周期影响 通常公司规模比较上大 业务也比较稳定 其实它垄断情况也很高 就算短期上市场要走资 可能它也会有微调 但不能够有足够空间给它幻想去下跌 比如经过疫情 其实就是我们千载难逢 执公用股机会了 因为疫情炒到世界末日 可能有些股价被执得太低 息率很高 但其实业务仍然是稳定的 这个风险如果是较低 大家都可以试试做一个策略 首先我们说回选股条件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好似你基本上是做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 你有个金主要给家用你的 你一定要弹求金主 即是你出来做的配偶 假设是你的丈夫 他给的人工家用你 其实要稳定 要够高 除了够高要稳定 你给8万元我 但是10个月停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一定要稳定 首先你一定要查 不只是那个transaction 有没有给到你 有没有稳定 有没有失去家用 是查你老公或者配偶 那份工是如何 探讨一下他升职的能力多少 一升职就要要求加家用 所以这样的比喻 不知道大家会明白多少少 收息股高息 那个来由是如何 如果我们真的要长探的话 是不是高息就可以 我们有几样东西一定要跟进 并且我们要在环球狩猎 因为公用股只有几个 一个地方 做了整个地球主要的市场 才够稳定 但是你说去到越南 那些我们就没有研究 是大的地方 就是可能加拿大 澳洲 英国 美国 我们选了几个是pass 所以你看不到你的地区 就代表我们的条件 他答不了 见到地区 你就要做一下功课 第一个就是平均股息率 都要超过3 现在很慷慨 在低息环境下 知识率都升到1.5 1.7 其实我们说普普通通 都起码要是知识率先 3%是最起码的 你都要他给家用你 给多少我 500 那就减不了 起码要3% 接着就是看金柱实力 第二就是派息要稳定 过往派息比较需要稳定 不可以一时派息 一时不派息 因为这些没有明文规定 他不派息 最好看他身体最诚实 过去三年 五年 十年 有些股票我说过 一百年都派息 一百二十年 Banko Bontreo 都在派息 所以你见到他经过风吹雨打 被人炒之后 他买了一堆鞋 都要给家用老婆 所以这个就是派息稳定的重要息 你看到的 每个年是不是派息 有没有skip派息 你见到很多公司都是skip 是很多 第三 顺利稳定 因为金柱的业务要稳定 他不稳定的时候 他都逼于无来于cut你的派息 都要cut你家用的 每年的顺利稳定 过去的以五年计 有一年表现可能差一点 那也没问题的 五年的打工一年差一点 但是不要负数 可以接受的 但是不要说公司明明在亏钱 但是坚持要派息 听上去很好 但是基本面已经完全扭坏了的时候 股价可能很大机会下跌 所以如果股价 今天下跌是反映的事实 而你对派息是拿回去年好景的时候 那你的股息率简直是很高的 20%到来 而就算你收到分析 都未必填到股价下跌的洞 何况你未必收到息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最 key的盲点 和我圈住第三 顺利稳定 第四 派息要超过50% 因为我们见到买房地产信赴基金 它是法例不同地方 都法例规定要派100% 可能派八成、九成的钱出来 但是公司没有说一定要派的 第二个身体最诚实 过往的五年、十年 那个管理层是否愿意拿回一半 去回馈股东呢 那你就要看回 有时赚到钱 未必肯拿出来 每年都很consistently 去到五十、七十 那就OK了 有一件事 大家可以看回《师傅教学》 讲回《最强收拾股价》 但有一件事我要做补充 这个也是Key来的 上课的半招来的 最重要的是 那个派息比率 在差的时间 你看到沙士 债务懸崖的时候 COVID的时候 他的派息比率 是突然间 比如派了七成 派了100%上去的话 那其实可能是好消息 最重要是看回股息率 比如派50%那几年 都是三厘三厘四厘三厘四厘 然后今年也是三厘四厘 但是他的派息比率 增多了 代表管理层 愿意贴钱 去维持派息股息率 令股东满意 这是加分的 第五 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 这个是我们俗称的ROE Return on Equity 就是反映公司 利用公司资产赚钱能力 为什么要求8%不高一点 因为公用股 每年赚到的钱 其实都会派了一半给你的 你还要他给16 26 那就离谱一点 所以但求是他稳定 8%其实都不是每个公用股 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个达到的就是 增长稳定 较安全 垄断 也高息的一个垄断股 最后市值必定要少 必定要多 有50亿 其实最后筛选结果 符合的要求 也得到很少点的阴工 希望大家完成今集 可以抄下 大家先做了研究 才做任何投资决定 记住 投资可升可跌 disclaimer 我们看回 我们第一个例子就是 美国 美国就是PPL Corporation 我和大家有说过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 这个公司成立于1994年 是美国最大的 受管制公用事业公司之一 从事发电 输电 配电 我们查过了 占美国的业务占70% 它有趣的地方就是 英国占了30% 拥有超过一千万的客户 它未算到的尺寸非常之垄断 但是它的派息也是比较英俊的 你看到五年的平均派5.11% 十年的平均股息率有4.9% 其实今年的平均都是5.72% 你看到疫情的升或者起跌 都不是很影响到definite yield 有两个原因 一是分子 就是派息比例都一样 二 就是股价可能没有那么大 的升跌 pair ratio 是有高一点 从而反映管理层 愿意贴多一点点 例如以前100元派70元 现在100元派86元 我们看看几件事就看到了 2015年有一年例外是赚得少一点 实在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在2015年之后的话 其实是非常稳定的 是稳定到 就像copy and paste那样稳定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2015年之前的业务 原因如何减少 是不是拆了主公司 或者搬了地区 我们只需要5年的 如果大家看10年 20年就更加好 2015年开始 总收入比前五年少 虽然很稳定 但是正利润就高了 因为它维持了 一路next income是千几千几千几 到一年跌了一跌 但是都是千几千几千几 即是它的next income margin 是高了一个double 即控制成本可能是 控制开支行组 好了 后期业务稳定了 控制成本好了 正收入就增加了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其中的原因 最后你看到pair ratio 都是50% 70% 以及ROE是十几十几 完全符合了我们的要求 暂时要看的时候 无论在营收方面 5年稳定了 收入方面 增加了 亦增加了 更要稳定 又很慷慨 将它的百分之 50% 70%或者80% 是派出来的 我们不用升到100% 升到100% 它哪有钱症呢 最后 帮股东赚钱能力 不单止有8% 还要去到双位数字 所以无论在实力 控制成本 慷慨程度 都是可能 match到5.72% 这个是实质 5.72% 是有机会收到的 当然大家 亦会说到很多 美股收息要付税 第一 买REIT 不一定 买很多资产 也不一定 而且就算收到股息的税 亦都在你手上是怎么收到的 所以大家要理解 不过我只是照股票去说出来 这个可以试一试做一套功课 就是The Southern Company 我已经不单几一次认为这个股票了 南方电力公司 成立于1945年的 历史 license énormément 从事电力销售 美国业务接100% 公司有九百名客户 传统电力营运 例如发电 书电 配电设施 总共践了70% 煤气部分 电力建设 例如可载生能源项目占了公司的25% 有点像香港的公共业 即中电那种 我们看到它派息比率也是上算高的 其实它说的是派股息4.5L 5年的average 十年的average 4.5L 现在是4.13L 其实也是远超于3%的可能 所以这个是稳不稳定 你看看业绩 这个原先打算给你做功课 帮我示范一次 你要看回营收 你见到稳定性和轻微上升趋势 见到营收 next income 有没有保持一样 或者稳定上升趋势 两个都有轻微上升趋势 赚到钱 是否可以派出来 你见到不断有70-100%的范围 这算是很慷慨的派息股 这个RE 其实也是达到双位数字 所以这两间公司 你会买哪间好些呢 我会觉得你做的功课就是 我会选1a或者1b或者某个公司 远欣如下 我会跟大家讲有两个可能性 要视乎你 因为你选PPL Corporation 可能它的历史会浅一点 但它英国业务会分散多一点 它的dividend yield是高一点 不过其实它还有一五年的隐忧 但如果你玩稳定 因为如果你玩稳定 譬如你不是持5年 持10年、20年 可能Sulfent Company 会对你好些选择 虽然你现在买来 是少了一厘 但不要忘记收息股的最大陷阱就是 你买那个可可浪 就算是3厘 它每年股息率的增长可以增长20% Home Depot只有2厘 但如果你五年前买Home Depot 已经是10厘 再远一点20厘 幅式增长不期 但so far来说 如果增长少 也是很大问题 所以增长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可能1b会稳定一点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一只就是加拿大的代表 Canadian Utilities Limited 加拿大公用事业游行公司 是一间多元化的 全球能源基建的 基础设施公司 从事业务 比如电力的运输分配 天气的运输分配 国际电力营运 另外还有能源基础设施 比如发电 工业用水的解决方案 公司的公司 公司已经是连续49年增加股息 不是连续49年派息 是连续49年增加排息 所以稳定性是远超于 刚才美国的两间 我只觉得 所以你要看回加拿大想不想 他的派息有多高 那也不是少 派5厘 5厘还会连续稳定派息 无论是风吹雨打 这就是我见的现象 其实这些untility 你看到他的派息的payout ratio 其实从来是40多 30多 去到一年 75 85 65 100 今年也加到131 基本上他是贴了钱 赚钱贴特了 可能如果业务稳定的话 其中的原因是 因为他想保持dividend yield高 所以贴了老板出来 我经常说的 FITEC 303都有这样的现象 只不过FITEC的业绩会比较上 波动多一点 我们解读一下金主的实力 你见到 他的revenue 其实是2千 2千 3千 3千 3千3 3千3 4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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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not bad 到2020年就急跌 所以两个急跌位 2015年和2020年就要预 如果历史的10年再重复的话 你大概预计他每5年有一次 revenue会跌10%左右 那Net Income 都可以这个年夸张 会跌差不多double 不过 他的payout ratio 是突然调高了 看到吗 正是payout ratio 对于75 对于43 已经对于收股息 是没有一个问题 但股价就有跌 只要他16年 跌到他上回正常的轨道 可能他有特别的事件 就会稳定一些 但他都继续维持到 连续增加排息49年 但不代表没有风吹 没有行雷 不代表一铁直线 他那个re 我们不需要高 但他都算是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另一只就是我常说的 enbridge 终于见大家了 enbridge就是我其中一只 我会交费用给他的 一只公用雇 我每个月都收到一封信 我都要付钱 是北美领先的能源运输公司 属于北美 营运第三大天然气工业事务公司 四项的核心业务 包括液态管道 天然气管道 气体分配和储存 再生能源 即是一条龙 所以基本上我买他 除了投资 是对冲一下 我交了这么多电费 他派股息也有得 我只要他派股息 我都交半年 交半年的回器费 所以我们看到 今日的yield 其实有成 现在6.77 如果你买加拿大那只 有8厘的 有8厘的息 这个就是8厘 假设他的生意还在 现在就有COVID 餐厅不开 人家窮到家都不去 不用这些 很夸张 所以股价曾经急跌 现在就省了一点 由37元上46元 都还没回到之前的range 如果之前回到64元 你的yield就不是8厘了 你现在bet on 他是否一个误会 还是抵跌的 两个东西就看报表 提示就是 盈收和管理成本 这个成本的做法 就是revenue和net income 我刚刚星期日的师傅教育 有说过 这两个的差别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有机可寻 它是能够控制好成本 和有钱赚的 第一 懂不懂帮我们赚钱 你看到这个位置 你放胆说 如果是不合格 就不合格 是波动就波动 因为一分钱一分货 你做回功课 你告诉你 enbridge的供货 是否对比之前的股票 差别在哪 好在哪 坏在哪 拿多了几厘 输了在哪 或者多了风险在哪 PL ratio 赚到钱是否派出来 282%都派过的 有点夸张的 一百年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历史 即是稳定性 各样东西 其实一定要知道 不要高息就飞过去 大家想知道 其他最后两名的得奖者 所以我们就做了 整个地球的主要市场 六个就在那 如果大家有兴趣 除了说收息股 大家可以看一些股票 有些刚才说 Home Depot 我都拿了很久的时候 你买它是两厘的 但它每一个的时段 其实都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其实它的长期趋势 你看到很吸引 是长线投资者想要的东西 但都不是没有任何起伏的 但拉回来说 都是两厘 两厘和两厘 现在两厘息 但是如果你是一六年买入 你两厘息的时候 是赚那么多钱 现在就回了 它的盈利 可能差不多回了三个回 等于你当时买两厘入 但你现在五年过后 收到六厘息 你股价还要升了两倍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些赚价 或者长线的投资 不需要太多理风吹雨打 但是你要看 除了你要明白 上次我说的生活投资法 很简单 加上选报表 这个情况 这就是我十年财务之后 其中一环去做股票分析的 大家有兴趣看了 一小时免费工作坊 决定参不参加这个课程 但参加了同学 记住 每一个月至少都会有其中一个环节 最重要的是 LIFETIME COACHING的小workshop 或者手拖手的补习班 我就会和大家讲交税方面 就是我来到万国收税的国家 万税国家 基本上 就对于香港的税务 或者其他税务 算是比较简单的了 我会和大家讲 在什么情况上 我都说过了 重新再enhanced 和大家讲税务 会和大家实践分享一下 大家有兴趣呢 下面的连续报名 第五个 其实到了澳洲这个地区 我们看到就是这一只 Ausnet Services Limited 这一只都是在数据上 测试出来 只剩下很少 这家公司 其实是多元化的 澳洲能源基础设施公司 拥有超过108亿的澳洲的 电力和天然气网络资产 为150万名的客户提供能源 第一家美股那一只 就变成了最少客源 我们先看到它的收息 其实都是有5厘6厘息 以为公用股 比较上高息又稳定 是这几只都不行 现在看它的业绩来说 比如看控制成本和营收 你看到refin率是有微微向上升 这个是很稳定的 非常之稳定的 income也是非常之稳定向上升 唯独是又是15年的情况 因为其实当时 可能是在说QE的尾声 和欧债危机的时候 其实都是真的直接影响到 那些营收都未定的 你要find out 而且你要预计 你在中间 你要assume 它不是十年一次 而是五年就有一次的危机 能不能靠派息 而令你满意 或者不需要有任何的 怀疑 拿得轻松 没有了这个轻松 就没有discipline 你看到这个是有问题 Pair ratio 但是因而它也要大升三倍 补回Defend Yield 所以很多收息型股票都是这样 因为它本身管理层 或者老闆 都是这么多的老闆 都是股东来的 派息也是需要的 re其实就维持在单位数字 没有之前那只那么强 所以这只的确实 就不会是我自己摆入首选 暂时so far来说 似乎刚才那只Canadian Utilities 最稳定的trap record最长 刑令能力也不差 是为了一五年有少少问题 大概四十九年可以贴老闆 都连续增加派息 另外就是Embridge 因为你要走高息 就是他 不过你要牺牲一些东西 那牺牲什么呢 希望大家在comment section看到 澳洲和第一只 就可能排在第四五名 看看另一只会不会好些 就是香港 香港就是中电 大家都会熟悉 中电成立于1901现 哇历史悠久到死了 除了香港 业务更加抗止到五大市场 中国内地 印度 东南亚 台湾 澳洲投资能源业务 业务涵盖了煤 燃煤燃气 接着是核电 风电 水电 太阳能 大家看到他香港不同的广告 整个站在这里 你都知道他在做什么 香港业务占50% 其实澳洲业务占40% 所以他不只是做香港 大家经常看 香港的公共股 在这十年都变得很厉害了 香港有多少 你估计香港不能 怎么跑出去 是这么多人 都住不了 原来他已经 diversified到 那么多其他地方了 所以你买澳洲 这种计划 你都可能要买他 可能through他都会买到澳洲 其中的百分比 他派多少息呢 so far 比较低就是这种 它是4厘的yield pair ratio 68% 即是他不需要 给很多钱派息 都轻而移动 他做到4厘 当然你不会觉得 他突然派80 100%令到5厘 没有需要这样做的 你要看回 他是一个 会不会是一个 半增长的公司 因为这样的情况 派少些钱 你retain的30% 是不是有业务业发展 是不是会 股价增长 而补偿 那你就是高息增长股 就是我师傅教学讲一集 就不是纯收息 结果就不像是 因为你看到 他9万的million 10万 10万 9万 7万 即是你见到 有微微下跌的tendency 但就不是很差 营收 但是就有上升 即是你见到 他去投资 即是流回的钱 刚才的问题 他投资是有一定的回报 他会派息给我们 其实是有的 你见到他特别差的年 只剩4800 亦都是很久没见的地方 刚才我说半个绝招 收息股就有这样的情况 完全收息股 不是收息增长股 不是home depot 收息股就有这样的地方 他也是会 double triple quat triple 排息比率 去保持股息率的 贡献 因为他不是独大 一人独大 不是一个老势 而是盛鹏老势 你很难 令到他们的利益 全部没有 我今年不排息了 那你真的没死过 那我ROE就会好过 刚才那只澳洲少少 所以我的总结 买中电话 是要看他去收 因为派息少了钱 他除了收息 有20%部分 你都要求股价 是上升 这样才是好少少的 但难得他从 一百元 打压到六十多元 股息率已经很正了 否则之前只剩下三厘 所以这就是我们 几个找的重点 为何要 conclusion 为何要买公用股收息 除了高息 其实大家也知道 稳定和金主本身有盈利能力 否则你如何怨 如何慎 他没有能力 你都怪不到他 他没有收入 怎么派股息给你 千万不要中了高息股的陷阱 亦是财务自由的其中一个大部分 就是要找到一个固定的币路收入 不需要天天对着电脑炒去炒去 还有没有人知道明天是什么事 总是要一头加一个core的portfolio 去设置一些股票进去 才有资格和有条件 去打游击、短炒 没了这方面 你打的几率和定律 亦都比较低 所以有个家人回去 其实是为了你自己去做短炒 更加会醒目 更加理性 更加回报高一点 是因为你有家可以回去休息 时间久了 当你需要做更多事情兼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被到收入试过好像吃白粉一样 一定是会上瘾的了 时间要分配得好 所以你腾出来的时间 还有很多价值在 今天师傅教学是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住要给个like和给个comment 有兴趣的话 记住去挑战曲 补十年财务自由 下次见大家 拜拜 拜拜 希望更加紧贴我们 记住去订阅 我要做富翁的YouTube Instagram和Facebook 如果想更加紧贴大使和直播分析的话 去订阅富翁电视MTTV 另外想跟我们环球看楼 记住去订阅我要做世界频道 2021年斩限来到4月 记得当时制作十年财务的时候 留给大家七大范围 其中经济数据方面 到今天依然准确预测成过牛熊周期 其他都会和大家说房地产 税务安排 财技和股票 快点去看下面的一小时简介工作坊 到时再决定参加十年财务自由的课程 做完课程之后 会自动加入师傅的Lifetime Coaching 和私人群组 每个月都会有新的题目 和大家网聚、分享、补习 5月份我会说 如何小胶九成岁 早五年财务自由 这个题目 我会准备一下例子和大家分享 想财务自由的你 快点去楼下 看这个一小时简介工作坊 Jacky Sir和古坦留言德的 0至千万家族戏 里面会学到Jacky Sir和德卿的秘密绝技 例如我都要问他们的 例如REITS、短炒、杠杆、美股组合和CFD等等 另外参加了课程的朋友 都会加入他们的 0至千万Life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组 5月份这个群组会说到 下半年美股的走势 当然Jacky自己操刀 快点可以去下面联结 看看他们免费的 一小时简介工作坊和报名 这次查询又有特别嘉宾 就是台湾的名师蔡森老师 这次题目就会说趁五穷月 偶尔大反击 现在很多资产都陆续转入调整 有些调整都挺深的 现在是反击时机 我们会用五穷月的数据 和大家讲一下 如何掌握大市调整的时机 和有什么概念的港股 蔡老师就会去台湾 和大家分享如何技术分析 去赢上升浪 Jacky会讲五穷月的美股 和大家不要忘记得 加息软或近一些概念的reads 大家都留意 这么多精彩内洋尽在 online的茶序51投资讲座 到时见大家 全新我要做世界YouTube频道 带大家环球看楼 4月29日抄下它 我们会联合全班底 和大家来个环球房地产 All Star线上的免费工作坊 寓意吸引大家去订阅 我要做世界这个免费频道 首先去subscribe我要做世界 按旁边的小钟 紧贴我们 到时第一时间 可以免费看 首次的All Star免费工作坊 我自己当然其中的All Star 看完自己说话 我自己也想买回一间楼 内容非常入肉 记住报名 大家好 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的Logo Background 和颜色都全部变了 因为十年前 今天有个傻仔 在社交媒体 开始了一个 专讲理财 投资的专业和频道 经过十年 多谢大家的拥戴 我决定在幕后 冲出来幕前 接下来我们的内容 一定是更加紧贴 更加专业 和更加易名的 做到投资 而不是大额的专利 多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 我要做暑期实习生 优先考虑对投资 和金融经济有基本概念 读传理系 或者语言系优先 要有良好工作态度 和沟通技巧 3月19日 开始接受报名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课程和分享会 记住下面连结 看看哪个适合你